世界杯足球賽是繼續開梯 在低組的小組賽是由先前的衛冕軍 法國隊出戰了丹麥隊 法國隊雖然從開賽就攻是連連 但是丹麥隊他們也祭出了滴水不漏的防守 雙方是在上半場都沒能破蛋 但是在下半場 法國隊是以2比1擊敗了丹麥隊 收下兩連勝 也搶下了16強的門票 而阿根廷在首戰爆冷是輸給了沙烏地阿拉伯 在小組的二賽當中面對了強敵墨西哥 真的是背水一戰 在上半場雙方是掛鈴 但是下半場 這梅西是靠著刁鑽的遠距離射門破網 激起了阿根廷的士氣 最後阿根廷是以2比0擊敗了墨西哥 而在C組的預賽當中 波蘭是對上了沙烏地阿拉伯 上半場波蘭是率先取得了一分領先 但是在下半場的第82分中 波蘭隊的主力戰將是踢進了一球 也為波蘭奪下第二分 最終波蘭是以2比0擊敗了沙烏地阿拉伯 點兒 點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